一步步的畢業影片出自孩子之手 畢業生用自己的方式 來紀念自己的校學生活 我在畢業典禮上看到我們做的影片很感動 也很開心我有這樣的能力做影片 我覺得這個影片讓我收穫良多 在我六年來中畫下一個完美的句號 課程中主要是透過引導孩子 留下自己美好的記憶 然後用分組的方式來製作 所以當畢業的時候 其實每一班都有15部的畢業影片 然後再由學生們呢 票選出代表班上的畢業影片 然後最後再播放在畢業典禮上 其實過程中孩子們都蠻興奮的 然後想到要製作自己的畢業影片 他們其實真的都是用盡心力 設計出不同的風格 然後最後每一班所票選出來的畢業影片 也都具有各班的一個特色 然後相信這樣的一個過程 可以給孩子一個留下一個美好的回憶 那也期待他們能夠展翅高飛 祝福孩子們展翅高飛的同時 校長也分享孩子們的媒體素養能力 讓家長很有感 由我們媒體素養基地學校培養出來的小記者們 帶領我們這一屆的畢業班 所有的班級學生 參與媒體素養這個能力的發揮 那在每個班呢 都有製作一到兩分鐘的一個 整個六年的學習生涯 那透過這個影片呢 我們要讓孩子的能力展現出 平常可能是大人或師長或家長是看不到的 那這一次的每個畢業班呢 透過這個短短的一兩分鐘的一個 媒體的一個製作 會讓這一次的畢業典禮呢 最後的一個所謂的溫馨的回顧 充滿的溫暖的力量 也讓所有的家長非常有感 特別來跟我們做一個回應說 校長我們孩子真的長大 而且讓我們看到這個成長的軌跡 真的很謝謝學校透過這個媒體素養 基地學校的一個活動 讓孩子的能力可以更多元更豐富的呈現出來 就是展現孩子們的媒體素養能力 未來還要將能量擴大至社區 我們即將進行的是美菲色舞的課程 那我們將帶著學生 把我們的課程進入到我們的社區 邀請我們社區的李明 跟我們一起述說社區的故事 希望邀請所有的李明 一起來重視媒體素養這樣的概念 然後也把媒體創製的能力 一起交給所有的李明們 透過親手製作的畢業影片 孩子們在離開小學前 學到媒體素養的技能 為未來的學習和發展 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